一号狙击手机入位置完毕 二号狙击手机入位置完毕 三号狙击手机入位置完毕 一号狙击手向指挥报报告 他们正准备交易完毕 一号狙击手向指挥报报告 案犯一共四人完毕 死路的银子 都叫我拖号 都让他们开枪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放下武器 我还看到你 只有死路一条 好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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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宏 市局刑警队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吗 局长 都安排好了 这次调你到和平分局兼任刑警队长 任务很艰巨 你也知道 在这次打击假币犯罪的行动中 我们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刑警队队长张童同志 案情比较复杂呀 引起了审厅的高度重视 审厅指示我们在短期内 一定要破获这起带有刑事犯罪的制犯假逼案 要两岸齐抓 尽快抓到杀害张童的凶手 所以经局党委研究决定 抽调你到和平分局刑警队 继续完成张童同志未完成的工作 我明白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析 这起案件的犯罪分子非常恶劣狡猾 危险性极大 楚天宏同志 请局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楚天宏啊 你们都是一所公安大学的同学 又是好朋友 好战友 我们和你一样 为失去张童这样的好同志 而十分地痛心 您别说了 作为张童的同学 我同样感到自豪 好 算了 好 我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案情比较复杂 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你们张童队长的牺牲 我们中断了很多线索 需要大家加快速度寻找新的线索 最后还有一点 这起案件 由我以及以前和张童队长 一起工作的葛长胡等几位同志 组成1013专案组 大家分头工作吧 是 温总 温总 你怎么了 不要问了 继续打文汇电话 直到打通为止 那接着 水 谁 和我们侦查假币案的所有卷宗 还有 根据现人举报 有个名叫王远的中年男子 有贩卖假币的嫌疑 我们正在进一步地追查 好 马上把这个王远的 所有背景调查清楚 我们已经了解了她的一些基本情况 报告 进来 报告队长 我是警官大学侦查系毕业妃妹到这里的 实习警察王丽雪 真高兴地来找工作 为什么才来报到 今天返校回来晚了 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跟着葛长虎了 你接着说 你了解到王远什么情况 王远今年三十九岁 原来是和平区印刷厂的工人 现在下岗在家 是和平医砂的工人 你还要去哪儿 两个人 我看见她是和平医砂的工人 我会没见到 你还要去哪儿 你还要准备好 你还要去哪儿 我都要去哪儿 取权了 要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今天就到这儿 大家回去抓紧时间休息吧 今天晚上的事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 我看见了 葛长虎 咱们不都是这么早出现场吧 别不老这样 反正接的包案就得马上出现场 看哪管早晚 那 那个地方有厕所吗 有 遍地都是 哼 好 葛队长 什么情况 刚才现场我们看了 不像是一起交通事故 而是像一起凶杀案 所以我们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谁发现的现场 是山上放羊的几个老头 办案时间七点三十分 在七点四十五我们就赶到了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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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远 我们查的人也叫王远 不会这么巧吧 先通知家属来辨认尸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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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收起来吧 葛长虎 你在派人去附近的村庄问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看到 昨天晚上有一个 留长头发 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的女人 好 为什么要把车开到这儿来 这里风景优美 空气也好 会不会是来此优惠的呀 你怎么看 我倒是觉得这个王尉 可能想杀了这个女的 而且女的出于滋味 反而把她给杀了 现场全都被破坏了 一切可能都存在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要查到这个神秘的女人 她怎么就这么死了呢 警察同志 这到底谁干的呀 大姐 别哭了 喝点水吧 您能说一说王远昨天几点从家走的吗 昨晚我们睡得比较早 昨晚我们睡得比较早 我也不知道几点 好像是电话响 可能是有人找王远出车吧 她就走了 电话谁打的知道吗 不知道 不瞒您说 我们家王远是拉黑活的 那她临走的时候 说她去哪儿了吗 没有 我听说你们两个 是前年一块儿从印刷厂下岗的 是 你们都是普通的工人 那么你们买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贷款卖的 贷款卖的 不好意思大姐 在这时候呢 可能我不应该问您这个 您可以先回去了 我们也会尽快地破案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不过在我们破案之前呢 可能我们会随时找您 核的一些情况 所以 请您不要离开本事 那好吧 那就麻烦你们了 我先走了 她刚才不是说有人给他们家打电话吗 各长虎 你去查一下王远昨天他们家的电话记录 还有他们的购车记录 王立雪 去盯着周芳 是 周芳 法人採计券 王远确实在去年买过一辆车 不过不是贷款 是全款 这是发票复印件 电话清单我也调出来了 7号是0937敦煌 我查了一下是供应电话 敦煌 喂 队长 王远的妻子周芳从家里出来了 她现在进了中山大街 一家叫龙摄影的婚纱影楼 就她一个人吗 就她一个人 队长 她出来了 她在和一个男的争吵 好 继续观察 她在起来 请你来吧 回到 给你 我的家里 我不选择 我选择 我选择 你好 我选择 好 我选择 你肯定 你肯定 自己选择 你排说 喂 队长 他一直在家没有出去 好 我知道了 我已经派人过去接替你了 你现在马上赶到龙胜营 我们在那碰面 好 三位照相吗 我们随便看看 现在我们这里搞活动 打八折 看看再说 明天下午两点来看照片小样 好棒 对的 喜欢吗 这些照片真漂亮 这是我们老板 漂亮吧 这你们老板啊 他叫什么名字啊 叫文慧 很漂亮 我们今天先不拍了 改天再来 请慢走 队长 咱们怎么出来了 当然是还不能正面接触 只能先侧面调查一下 我觉得王远的妻子周芳 肯定认识这家的摄影师 要不他干嘛认完尸体以后 就跑到这里又哭又闹的 你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 上车吧 上车吧 决事 我以为她的身体模特 我丈夫经常给她的老师开车 所以跟她也熟了 闻会的老师是谁 周一桥 这个周一乔是干什么的 美术学院的教授 周一乔这几天 用过你丈夫的车吗 应该是吧 周一乔老带着他的学生 出去写生 你知不知道周一乔住在哪儿 松山别墅三十九号 队长 王远妻子说的那个文慧 会不会是从车上跑掉的那个女的 她说文慧是开着一辆白色的灵质车 去找王远的 可是现场只有一辆面包车 那那一辆白色的灵质车去哪儿呢 周一乔情况了解到了吗 叫周一乔的权势有四个 符合情况的是这个 这个叫周一乔的年龄五十岁 在美术学院游画系当教授 另外他在市郊还有一处别墅 松山三十九号 马上到 走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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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费长 您好 今天上午别墅管理员在三十九号别墅 发现一区女士 死者叫徐玉莉 谁叫人主人是周一乔 好 我知道了 队长 白子龙这车 停了有一段时间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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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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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 图体长 事件报告出来了 别墅里的受害人 胸口刀伸7厘米 致命的原因是 刀尖直透心脏 死亡的时间是午夜零点左右 而面包车上 王远的死亡时间 和别墅里边的女人死亡时间 相差一个小时左右 王远的死因是颅骨碎裂 脖子上的一刀 并无关紧要 只是触伤了肩胛骨 奇怪的是 穿透女人心脏的刀痕 和男人身上的刀痕 完全像一致 而且刀上还带有蓄力的血迹 队长 这两个案子肯定有关系 废话 还用你说 刀上的指纹是谁的 两个人的指纹 一枚是死者王远的 另一枚没对上号 我估计肯定是 从面包车上跑了的那个人的 报告我拿走了 好的 谢谢 喂 对 好 好 好的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队长 美术学院来电话了 卓周一乔 带几个学生去外地写声 已经通知他明天能够回来 楚队长 我在想如果 停在三十九号别墅车库里的 那辆白色灵质车 是文慧开来的话 那应该是在去过王远家之后 然后他又和王远乘坐白色面包车 离开这儿 这么推断的话 文慧和王远 先后来过别墅 两个人都是坐案嫌疑人 咱们去龙舍营 你们又来了 金钱照吗 我们是和兵分局刑警队的 找你们老板有点事 老板他今天没来 他住哪儿啊 上面就是他的卧室 能带我们上去看看吗 好吧 这边请 明子哥 那边还有两个客人在那儿等你呢 知道了 这人是谁啊 他是文慧的姐姐文晴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本市博弈师服装公司的老总 这个人是谁啊 他是周老师 周一乔 喂 韩萍 韩萍 好 我马上到 如果文慧回来了 请他去一趟分局 或者打这个电话跟我们联系 谢谢 好的 到后来我好像走远了 我只好把车开走了 看样子那个姑娘好像被人欺负了 身上有血迹 这是几点钟的事 大概是夜里十二点钟 不到下一点 你去哪儿 您还记得他是什么地方口音吗 不知道 因为他没说一句整话 只说了一个停 停和谢谢 听不出他是哪儿的口音 你看是这个人吗 是 是 是 就是他 他用过的矿泉水瓶子还在吗 在 在这里 对 楚队长 这三枚指纹逐一核对过 同属一个人 那也就是说 刀上的那枚指纹和矿泉水瓶子上 还有那个水杯上 都是同一个人的 对 辛苦啊 楚队长 现在从所有的证据来看 文慧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从周一乔妻子身上的刀伤来看 力度之大 不是一般女性能够做到的 而且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 这两起凶杀案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对 楚队长 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情杀案 你怎么想 我在想 如果说周一乔和文慧是一种情人关系 而又被他老婆给发现了 那么说很显然他就成了他们之间的绊脚石 如果说他们再想成为合法的夫妻 因此 他们会不会设计而杀了他的妻子 可是周一乔他人不在本事 没有钻时间 可是他们可以雇凶杀人 所以我想王允衡可能就是他们 雇来的凶手 只不过他可能没有想到在事成之后 自己也遭到了杀人灭口的结果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传许周一乔 你刚才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我想 不会那么简单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继续盯紧王远跟周一乔 好 好 好 姐 拿去吧 姐 你千万别赶我走 他们肯定会抓我的姐 我求你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没有实话 让我怎么帮你 姐 我真的没有杀人 那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想嫁给周一乔 然后故人把他老婆给杀了 不 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之间只是师生关系 我说的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那他老婆怎么死的 周一乔的老婆不是我杀的 那你干吗不去报警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 我怕 毕竟我到周一乔他家去过 后来 后来我又跟王远到了山里 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死了 都死了 姐 我怎么能说得清楚 谁会来给我作证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不要跟他们来往 你就是不听 姐 姐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让我怎么向爸妈交代 不 姐 你千万别跟爸妈说 我求你了 姐 我怕 别怕 别怕啊 有姐在呢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这是我托朋友 刚给我买的房子 没人知道 你不许对外打电话 也不许走出去 知道吗 他们那边也没什么情况 那就这样吧 你送王力雪回去 今天我住队里 去哪里 你呢 你呢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去调查周一乔的基本情况 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她妻子是一位色彩学专家 一年前患的暴力型情形分裂症 队长 您昨天一夜没睡吧 您一会儿去哪儿啊 如果你是文慧 现在你会去哪儿呢 当然是找一个最安全 最可靠的地方躲起来 队长 我知道了 您是不是要去文慧姐姐家那儿 脑子转得不慢 赶快去吧 丑队 一会儿让小张开车吧 您可以歇会儿 我们走了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 什么问题啊 昨天在三十九号别墅的时候 那个窗帘突然着了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发现得晚 那那三十九号别墅 不就成了火在现场了吗 幸亏队长及时发现 火炎竟是那个水晶球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水晶球怎么会在窗台上 可能是主人随便放了吧 可偏偏是在命案之后 你是说有人故意放呢 想销毁犯罪现场 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有进步啊 是的 是我妹妹 能说了她的情况吗 两年前 她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模特 后来配合美术学院 一个叫周一乔的教授 搞什么创作 从那以后就很少回家 听人说她还老往那个教师家里跑 我劝过她 可她根本不听 我们也就很少来往了 这两年你们有没有见过面 见过又怎么样 还不是吵不欢而散 楚队长 我妹妹从小被惯坏了 任性 虚荣 倔强 可她毕竟是个善良的孩子 她不可能杀人 我没有说她杀人 你妹妹文慧 跟两宗谋杀案有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她 那我就不知道了 刚才你说的周一乔 你了解这个人吗 不了解 不过我觉得周一乔 是个老狐狸老色鬼 她始终在勾引我妹妹 要是个老狐狸老色鬼 我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你妹妹 如果有她的消息 请你打上面这个电话跟我联系 好 有文慧的消息我尽快通知你 谢谢 走 我送了 请问 请问奶妹是储队长 葛警官 您是 我是周一乔 您就是周一乔 来 来来来 你先坐 我们家怎么了 白艾人他怎么了 周教授 您先节哀 我们队长他不在 我是葛长虎 我们也一直在找你 您回来 希望您能配合我们 早日抓的凶手 节哀 这不是真的吗 接着一下 这位是周教授 这是我们队长 楚天红 楚队长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一听到消息 马上就赶回来了 马上就赶回来了 能说说你妻子的情况吗 我妻子 她在色彩研究所工作 一年前 得了精神分裂症 后来 后来就退休在家 可是没想到 你可 她平时有过什么仇人吗 没有啊 她在单位的表现特别好 再说她退休一年了 从不出门 哪儿来的什么仇人呢 那你妻子的病 会对人构成威胁吗 她她虽然属于那种 暴力性分裂症 可她这一年 在家从不出门 对谁也构不成威胁 再说 再说 我把她锁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把她 送到精神病院去呢 我 你走了以后 有没有找人照顾她 有人 叫 叫周芳 周芳 周芳是王远的妻子吧 对 对 我们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王远死了 你走了以后 有没有找人照顾她 什么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有个学生叫文慧对吧 是 知道她在哪儿吗 她 她应该在影楼啊 这次出去写生 收获不小吧 能让我们看看吗 可以可以 不过这次我刚到那边 这边就 就拍了几张照片 挺美的 这是纳曲 这应该是敦煌吧 肯定 好 大夫 周一乔妻子的病因是什么 是他时常处于一种极大的恐惧之中 恍恍不可终日 暴力行为就因此而产生了 长期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 是的 那他这种恐惧感从哪儿来的呢 是一种外界的强大刺激 文老板 出去 我不过是想问问文慧她在哪儿 你又骗了文慧 又想将她置于死地 到现在你居然还不放过她 我不过就是想问问 这到底都是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心里最清楚 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你的那样 你无法了解我们 回来了 去美术学院了解情况怎么样 周一乔在学院表现很好 教油画的 没事呢也去参加一些画展 另外她的画收入也是非常可观 说说你们对周一乔的看法 这个人城府很深 尤其今天所说的 滴水不漏基本上无险可击 我认为她越是这样越说明她越有问题 什么问题 周一乔和文慧之间肯定有关系 如果没错的话 就是我上次所说的情人关系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起蓄意谋杀案 证据呢 证据目前虽然还没有 不过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如果说周一乔和文慧确实是情人关系 她有意躲出去写生 而指使王远和文慧去杀了她的妻子 据王远的妻子讲 文慧是王远走后到他们家的 而根据白色灵制车停在三十九号别墅的情况看 王远和文慧是先后到达三十九号别墅 而根据现场的排查再也没有人到过那儿 那么说不是他们两个人杀的又会是谁呢 或者说至少是他们两个人的其中一个干的 那为什么在徐丽死后 王远却死在了山里呢 两个人做案以后一起驾车逃到松山树林里 文慧又用同一把刀刺向王远 王远驾车失控以后滚下山坡死了 而文慧活了下来 文慧杀死王远的动机 你能跟我说说那个动机是什么 楚队 你应该比我更明白这个道理 同案犯最危险 所以他必须杀人灭口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徐丽的存在 其实够不上对文慧的最大的威胁 徐丽毕竟是个病人 而且你觉得徐丽还会对 周一乔跟文慧的行为予以理睬吗 可是假如他们两个 为了达到结婚的目的呢 那也没必要冒险杀人吧 我觉得周一乔和文慧杀人的动机不够充分 不过我今天了解到 徐丽是一个色彩学专家 而且她研究的项目 是属于国家一级机密 尤其是在印刷行业 您是说她的死 和我们调查的假逼案有关系啊 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 能够证明这一点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昆总 这是今天的报纸 谢谢 谢谢 我妹妹不可能杀人 不可能 文总 文慧是现在唯一的知情者 她不归案 谁都不能证明什么 你是明白人 道理你应该懂 你说吧 你找我干什么 文慧在什么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你妹妹没有杀人 但是我告诉你 案发现场的取证 对你妹妹很不利 一切嫌疑点都指向她 不 不可能 我妹妹不可能杀人 除非你有充分的理由 来说服我 假如我说那个疯女人 是王远杀死的 而恰巧在这个时候 文慧闯了进来 危急之中 王远绑架了文慧 驾车逃离三十九号别墅 造成车毁人亡 这样一个推理 你能相信吗 没看出来 文总你还有推理的能力 也许是吧 但我对你们的能力 的确表示怀疑 谢谢文总你给我的启示 不打扰你了 请不启示 咱们 甲鞭有重大突破 什么重大突破 据调查又有一批甲鞭流向社会 您看 这就是我们追查的那批甲鞭 嗯 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 据现任举报 这批甲鞭都是从一个叫权贵的那里流出来的 权贵的地址我们已经查到了 对权贵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 是 对了 你们俩跟我去取点东西吧 走 别开灯 看来有人走在咱们前面了 陈队 换案件我出来了 除了血迹外还有一种特别配置的优末成分 可以制作甲鞭 尿行李 你都知道 对 是我 好 我知道了 好 陈队 权贵今天晚上就要出货 好 通知一组晚上行动 是 葛长虎 你待会儿抓他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啊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没经历我吧 在他片里见过 没关系 用不着你 有我们男的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不起我们女的 那我可真不敢 咱们楚队不就是女的吗 来了 行动 來動 警察 一号桌的居住地 和外 楚队 首站告捷 是 我现在马上去他的窝点 好 再见 赵局 骗官 看样子你是想顽抗到底了 我没有顽抗 我挺配合的 就你这态度叫配合吗 我们的政策 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了 坦白从宽 如果你有立功表现的话 法院会对你的处罚从轻的 甭 甭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我 我听不懂 什么 听不懂 你别那么看着我 我害怕 葛超虎 你 你要打赶快打 不打离我远点 我看你真是欠揍了 警察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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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一下 快起来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动手打人 我没打他 我只是推了他一下 你是没看见他那嚣张的样 我今儿还就真打算揍他一顿 葛超虎 身为警察动手打人 那是要挨处分的 你也是一个老刑警了 我知道 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 我们张队生前就一直这么跟我们说 可是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我是亲眼看着那帮贩卖假币的混蛋 把他给炸死的 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 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抓到他们亲手避难他 我也不瞒您主的 这段时间我已经够压了我自己 这是因为我也知道你对我们很好 这段时间我已经够压了我自己 这是因为我也知道你对我们很好 可是今天我已经够压了我自己 今天我就非造他也能不可 你怎么处分都行 葛长虎 我知道失去张同让你很伤心很难过 你们是好兄弟好搭档这些我都明白 你不明白 我告诉你 失去张同我同样很难过 我们在警校就是同班同学 毕业又分到一个警队 我们也曾经并肩战斗过 说吧 每回都有一个固定的人跟我交易 他们是开车来的 说清楚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老刘 老刘叫什么名字啊 家住哪儿 他就叫老刘 他也没告诉我他住哪儿 知道他电话吗 每次都是他跟我联系 用的都是公用电话 说说你们是怎么交易的 他们每回来开的车都不一样 有救护车 有吉普 还有警车 其他就不知道了 知道这些车从哪儿来的吗 不知道 我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我全说了 先押下去吧 既没有固定的地点 又没有固定的汽车 可是他们哪儿来那么多汽车呢 除了租车公司 再就是汽车修理厂了 可全是那么多汽车修理厂 我们到哪儿去查呀 我记得去年查过一个 机动车盗窃案 有人跟我说 有一个叫汽车修理三厂的 他们做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说对 这种生意他们都是按着做 我们要想查出来可是不那么容易 队长 我有办法了 不过需要您的配合 我配合 嗯 二位 你好 老板 有事啊 这位是我们的楚总 我想找你做点生意 什么生意啊 我们想做几批短期生意 听权益说老板你这儿有车 所以 我这眼睛可真不熟啥子 您二位刚才一记来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道上人 不瞒你说 想要什么车 我这儿有都是 这可不是锤啊 只要道上有的 我这儿都有 楚总 你看我们来对地方了吧 我们就是临时用两天 生意完了就走人 痛快 真痛快 我看出来了 你马上喂爽快人 生意一定做得红火 高明 出来出来出来 来活了 你们要买什么车 我们想找辆警车用用 好的 谢谢 病人在跟烟草专卖局抢生意 二位不会卖了我们吧 哪能哪哪能哪 干嘛来吧 老板 您看这辆车行吗 怎么样 就是他了 对了 我们俩都不怎么会开车 能不能请老板 给我们找两个司机 钱好说 完事以后一人五千怎么样 就你玩儿未得了 没水不流外人甜嘛 没水不流外人甜嘛 完事就把车开回来 好 那我们两个呢 就由你们跑一趟 走 老板 咱们往哪儿走 走到前面红绿灯往左拐 好嘞 咱们还往哪儿走 从这儿再往左拐 拐过去 快点 停车 下车 等着我请你呢 下去 刘洋 都什么人经常到你那儿租车啊 经常啊 你装什么傻 我说警察同志 我跟你说我 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干的我 你向他们这些违法犯罪活动 提供车辆 还敢说没干什么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你们充分的证据 是不会把你们请到这儿来的 我给你提个醒吧 有一个老刘 经常到你那儿租车吧 而且每次都换一种车 老刘 对 是有个叫老刘的 他总是一个人来我们这儿租车 有的时候吧他租那个卡车 有的时候吧租那个面包车 有的时候还租那轿车 这人是哪儿的 干什么的 什么地方我还真说不大准 不过这小子吧 好像挺有本事 在一家影楼当什么摄影师 什么影楼 这我真说不大准 他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对了 有一次他带一个人来 那人跟他叫什么名字哥 名字哥 那边还有两个客人在那儿等你呢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我有半句假话 我天打五雷轰我 先带去 我不是我是警察从这儿 我 方立局 你跟三组立即出发去龙舍营 是 据本台记者魏东报道 昨晚警方在松波路 互品国酒店门前 抓获两名贩卖假币的犯罪嫌疑人 当场奖获半元 免质假币五十亿万元 警方联邮在犯罪嫌疑人前 区中够欺负原币一百万元 以前有两个人 都不够了 你可是可以不要 这儿的敢言 真是 一遍 有点 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同志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 怎么回事 对不起 刚才一个人报警 说来道上发现他丢失的车辆 谁打的电话 一个男的 总裁通知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大家走得都不错啊 你们感觉哪套服装好 白的那套挺好 你喜欢黑的 我觉得还是很简直白的那套比较好 你怎么来了 我们想跟你谈谈 不是时候吧 好吧 我只给你五分钟时间 本总 今天下午五点钟你开车离开了公司 然后上了高速公路 我们想知道你去哪儿了 你们在跟踪我 是监控 我们怀疑你把你妹妹藏了起来 所以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但就在我们跟踪你的同时 你让一个男人给110报了警 让巡逻警拦下了我们的车 我让一个男人报了警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跟踪我 文总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另外有人也在跟踪我们 而且这个跟踪者意图和我们一样 要找到你妹妹文慧 我相信 她已经找到文慧的藏身之处了 所以你妹妹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那怎么办 马上带我们去找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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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快走 快走 谁还活着 回送医院 你们家在哪栋楼啊 在这儿 走 你终于后悔了 良心发现了 但是都太晚了 别忘了你的手上 还有你那疯老婆的鲜血 王远的 刘明的 还有那刑警队长的 是他们鲜红的血 染红了你那一张张精美的艺术品 不是吗 你怎么这样 他在这儿 里面的鲜血 有才能够啦 你让王远杀我 刘明杀我 我都理解 可我不怪你 我知道你自己下不了手 你舍不得我 不是吗 只有我 才最懂得你 说吧 本慧再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了 你的意思是 我担心周一乔把他给藏了起来 听文慧说 他有一处没有人知道的住所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湖边 湖边 还不赶紧走啊 是啊 该走了 走啊 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告别一下吗 告别 跟这一切告别 就mad了 走啊 你别有谁 不得过 不得了 真的很 那我 听文慧 说 也不得了 我 你不得了 他们 不得了 听文慧 叫 怎么办 郑老师 我有点晕 我想休息一会儿 你是来休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了 淑队 北关乡星湖别墅七号 距离市区有七十多公里 通知各组 立即出发 是 你 当你排除了杂念 没有非分之想的时候 你如此圣洁 安详 这才是你应该有的样子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我容不得半点瑕疵 这你是知道的 这你是知道的 我容不得半点瑕疵 这才是一个人 我容不得半点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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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失败 解开崖 败 好 这两起凶杀案 这假逼案是破了 可是那两起凶杀案 究竟是谁呢 拔出萝卜就不愁带不出泥来 这次凶杀案 塞案 姐 你快点 我怎么会在这儿 文慧 你们涉嫌制造和贩卖假币 现在周一乔已经被捕了 你应该知道怎么跟警方配合 周一乔 你说说吧 周一乔 你说说吧 我的情况你们都清楚 我还说什么 我们当然清楚 但是现在要你自己说 你的合伙人是谁 文慧 王远 还有刘明 你妻子是怎么死的 是我支持王远 把他杀害了 为什么 等他知道我走上了这条道了 要用的是他在技术的时候 他崩溃了 他 他是因为我才疯的 我不能想象 如果没有我 他将 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 是我害了他 所以你就想用同样的方法 杀死文慧 是这样吧 是的 我要用我的方式结束这一切 为什么 因为我终于 明白了一个道理 假的 就是假的 无论他披上什么样的外衣 他永远变不成真的 那王远呢 在案发的前一天晚上 我发现周老师爱人的裤子上 有一块油墨 我想把他换下来洗一洗 可是我忘记带了钥匙 我就去找王远 可王远的妻子说他不在家 于是 我又回到了三十九号别墅 我发现门是开着的 我一进去 就看见王远 用刀猛自主老师爱人的前胸 之后 他又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把我押上了他的面包车 今晚的事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 你让刘明去杀文慧 可是为什么 就在刘明即将得手的时候 你又突然对刘明下手呢 是我告诉刘明 文青的地址 是我指示他去的 可是我马上就后悔了 我忍受不了任何人 去摧残我的艺术品 所以我 周小 我们在你的行李里 发现了这个魔方 经过我们初步的检测 它里面有一个 无线电发射装置 我们希望你自己说一下 它是一个炸弹的遥控器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你说说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制造贩卖甲壁的 那是 在认识文慧以后 从我第一眼见到文慧 从我第一眼见到文慧 我就被她那种身材深深地吸引了 她的眼神里 有一种 我永远也无法再现的那种身材 它让你痴狂 让你惊喜 你 又 又让你害怕 有一天我去周一乔他家 我无意中进了他的工作室 在那里我发现了 发现了他花的钱 那么精致 那么逼真的钱 当他无意当中 发现了我珍藏的那些假币的时候 他用那样的眼神对我说 你 你什么不试着板画呢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我就对他说 我们可以造钱 他考虑了几天后就答应了 于是我们用高价钱买了模板开始印制 看着那么多钱诞生出来 你知道我多开心吗 你还要说 我在想 我是为钱而活的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最后我想说 我对不起我的妻子 她是无辜的 请你们相信我 不要让她沾染任何污点 含泪酒泉 只有她才是最完美的 喂 我请求你们 她们 怎么回事这是 我的十七评语是你给我写吧 怎么我跟你写 不是说楚队写吗 队长让你写 我可写不了雷东西 你还是找楚队写去 队长你看嘛 我的十七评语 葛长虎她不管 我逼不了夜了 怎么办嘛 拿一瓶可乐就想把人家贿赂了 要我 我也不会信 不不不 队长 队长 那怎么办啊 我逼不了夜了 那怎么办啊 你别缠着我 我累死了 我还回家睡觉去 队长 走了 初队 队长 你 等了累 我也走了 不行不行 你哪都不能去 你得给我写评语 行吧行吧 你给我写评好不好 好 我写 我写 这怎么写呢 这个 给我写 我写了 我写了 我写到了 那我写 와 我写给你 我写不到 我写到了 不要写他 我不得到 我写的 你我写了 我写定 我写不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